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物 只见科学家老黑伸出手指跟他交流 没想到外星生物也慢慢探头回忆 几秒钟的时间他竟然慢慢生成两只触角 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在场的科学家无不感叹这一伟大的发现 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生物将会给他们带来一场致命的灾难 几天后外星生物突然进入休眠 老黑想用电击的方式将它唤醒 没想到却酿成大火 只见原本安静的生物突然暴起 抓住老黑的右手 强大的力量将电击棒当场折断 但令人奇怪的是 老黑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痛感 急忙在对讲机里告诉队友不要担心 接着他想用电击棒转移外星生物的注意力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 只见外星生物好奇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老黑顺势用力准备将它从手上拉下来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彻底激怒了外星生物 紧接着开始发力死死抓住老黑的手 这一次老黑痛了怀疑人生 听着老黑的踩脚 外面的队友也意识到轻轰 还没等他们有所动 老黑的手就被一股力量直接干掉 面对如此情况 外面队友们乱成了异国中 还在为该不该开门而争执 殊不知此时的老黑已经是强弩之末 等他将手拿出来时 已经变成了一堆贪软的烂肉 而外星生物的屠杀才刚刚开始 非常生猛炸裂的一部科幻电影 建议老铁们去看看人体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hari meinem邓を 厉害的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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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